今天我們就來快速開箱這台Sony的A7-CR 就是A7-R5同用的感光元件 只是把它縮小到更小的外型而已 Hi my name is Kai-1 今天我們就來快速跟他的分享 Hi my name is Kai-1 我們今天就快速開箱跟他的分享這台A7-CR 就是把A7-R5的感光元件塞到一個A7-C的超小機身裡面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很多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超多的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很多的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超多的廣告跟說明書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超多的廣告跟說明書 這個盒子 這感覺這個盒子 這感覺它的倉庫 我感覺這個倉庫好像可能沒有開除司機吧 它整個盒子有點像瘦巢都軟軟爛爛的 我感覺它 我覺得台灣的 我覺得台灣 我覺得台灣這邊的倉庫應該是沒有開什麼除司機吧 因為這個盒子感覺軟軟爛爛的 好像有點瘦巢的感覺 這冰原都爛掉了 我感覺台灣 我覺得台灣 我覺得台灣Sony這邊的倉庫可能沒有開除司機吧 我覺得台灣Sony這邊的倉庫可能沒有開除司機吧 這個盒子感覺都軟軟爛爛的 好像有點像瘦巢的感覺 好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A7CR的特殊 好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A7CR的 OK 我們這邊有一個A7CR的專屬背帶 好 那我們這邊的E3 好吧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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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裏還有一個 然後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 然後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 然後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產品的電池底座 就是手把把手的下 那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 那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相機的底板底座 就是你可以如果有一隻比較大的手 你下面的小拇指就可以比較有地方可以支撐 這直接附在盒子裡面 那它的電池艙門也是從這裡 哇塞整個把手這樣掀起來 這超酷的設計 我們待會把它裝上去試試看 OK那這就是我們的Sony電池 NPF-Z OK這是我們的Sony電池 NPF-Z100的電池 這個是16.4瓦小時的電池 也是蠻大顆的 我以為它會用比較小的電池 但是它一樣也是用這種巨無霸的操縱電池 這還蠻有份量的 對這個輕巧的相機而言 這顆電池應該就佔還蠻大的分量 這可能有100克吧 100克吧 誰知道 誰知道 這顆電池 這顆電池 就是 這顆電池